無界無界落 無界無界無界 Kine先要求第一個圖形 HM要看到 瀏覽器發覺我裡面有十個圖形 我先要求第一個圖形 第一個圖形去要求以後 然後伺服器把第一個圖形傳過來 然後瀏覽器再要求第二個圖形 第二個圖形檔 JPEG檔 伺服器再把第二個圖形檔傳過來 再要求第三個再傳過來 再要求第四個再傳過來 你看這樣子有沒有一點笨 應該是有點笨 因為其實我已經知道有十個圖形了 那我這個要求需不需要 等你第一個傳回來以後 我再要求第二個 應該是不需要的 等你第一個傳回來 就是說如果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建立TCP Connection 有這麼多的時間 然後再去判 然後再一個request過去 這個能按回來 這個是第一個網頁 這些欠缺的回來 接下來如果沒有這個time line的話 我需要第一個圖 然後第一個圖回來 第一個接太快 回來 然後再去要下一個圖 第二個圖回來 這接太酷了 這是直接走的 要一個圖檔要那麼多錢 第三個要那麼多時間 所以這畫的總時間還是很長 這是沒有pipe line 那如果說有pipe line是甚麼呢 有pipe line的話 就是說 不要等第一個圖檔回來 第一個圖檔回來 因為在這一點 我一切沒有看到 我看到一切沒有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你也是十個圖形檔 所以怎麼做比較好的 事實上你可以 一起去要 我要完第二個就要第二個就要 第二個就要第四個 所以我這個就重複了 就是pipe line 我讓網路這個水管 充滿了水 就一直要求 那對方 要把資料傳給我的時候 他就有pipe line仿式來參與 所以 在1.1裡面 就現在我們做的是 第一步 就是pipe line 也就是說 Client 它 只要發覺 我有一個圖檔 我立刻就要去 要伺服器 趕快把它做到來 我看第二個 趕快要 因為我那個connection還在那裡 我前面不需要再建立 然後後面呢 發覺什麼 就趕快要 那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 the precision with pipe lining 是目前的這個做法 那其實早期的瀏覽器裡面 還有好幾個設 實際上可以讓我們做 現在的瀏覽器都不行 實際上還有好幾個做法 是可以讓你更加速 甚至於可以平行的去要 我可以變成好幾個process 同時一次要多少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是這類設 你快要發覺 使用者會 因為使用者太貪心 會讓這個 是不是 不是很符合的好 所以就慢慢的這些建築 都 先進去設定的情況 跟那種 我們都會談到 那基本上 現在都是 A season 不是 就是我去鑰的時候 我收到 我一開始 把那個base HTML 看到以後 然後 發覺 後面還有什麼東西 我就立刻去咬 他立刻就傳過來 然後 這是HP1.1的運作的過程 是這個樣子 到這邊大家也沒有問題 到這邊剛好是一個階段 就是 運作的時候 我在 我要求一個網頁 在運作 這個其實 這個過程 跟大家寫程式的關係不大 後面格式跟大家寫程式的關係很大 這個 但最好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 這是他運作的方式 就是這個樣子 對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沒有什麼疑問之類的 他裡面 如果大家想對下一面的網路 要更有一層的了解 你可以去 在我們那個 學習的網站上面 是有一些資料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當然也有一些錄影 也可以去看一看 好 我們現在看到跟我們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 他的資料格式的長相 那 基本上我們說 前面在談網路的時候說 HVD是應用程的一個protocol 所以他的東西都是Message 他有兩種Message 一個是RequestMessage 一個是Response 兩大型態的Message 一種是 要求 RequestMessage 就網址上列打進去的那個 RequestMessage 那另外一種就是 Response回來的這個Message 由伺服器傳回給我的Message 那RequestMessage 像長的什麼樣呢 當然長的這個樣子 基本上 RequestMessage大概 這是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們要稍微看一下 這個例子 基本上它 都是ASCII code 就是 都是這個 我們可以讀的 所以它 裡面都是文字 然後第一行叫做Request Line 這是一個RequestMessage 第一行叫RequestLine 然後下面有很多HeaderLine 然後在下面呢 有 呃 事實上是叫MTDField 不過RequestMessage 沒有MTDField 下面 下面基本上就是控行 RequestMessage 長相就是這個樣子 那 RequestMessage 的Get 長相這個樣子 RequestMessage的這個 RequestLine 其實它除了Get以外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 我們叫做 Command 除了Get以外 還有Post還有Head 還有Post還有Delete 還有好多了 那 我們先看最簡單的Get Get 不太建議用 但是 我們先看Get 你說純粹抓一個網頁可以用 但如果你要傳遞資料的話呢 是非常不建議用Get 因為你傳遞的資料呢 這個大家可能都會 都已經知道了 但如果不知道 一定要 這個這件事情是你 最重要 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 這Get 如果要傳遞資料的話呢 用Post會比較好一點 但也不是最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們看這個 網路工具就知道了 那 所以第一行這個RequestLine裡面 後面一個Get 一個Get的後面就是 很像是一個 像網址對不對 然後這是版本 HP1.1 是它的版本 那接下來很多行叫Headerline Headerline是什麼呢 是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HOST HOST 是對方的網址 前面是那個資源 就是Get是那個資源 所以也就是這個東西 是在那個第三部送出去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裡 第一部 第二部 這個第三部 這一部送出去的 這第三部送出去的是 真的HP的 前面這兩部是TCP的Connection 它建立連線而已 所以第三部是把這個 這個Message 是從第三部送出去 那 所以我要Get這個網站裡面 這個東西 那網站是什麼呢 在 名字在這裡 然後呢 接下來是 一些訊息 是我用哪一種 形式的 游覽器 游覽器在Headerline protocol裡面 它有一個 這個所謂 這個 等於正式的名稱 它不叫游覽器 它不叫Browser 它叫User Agent User Agent就是瀏覽器 所以User Agent有很多 在 有IE 有Firefox 那Mozilla 就是Firefox的這個瀏覽器 4.0 那Connection 就是結束了以後 當我把這個東西抓完以後呢 就 我們這個Connection 就要結束 然後我這裡 游覽器是法文的 所以Accept Language 就是French 就是這個 那你說 你那邊如果沒有法文 網頁怎麼辦呢 它就隨便了 但如果 這個是給對方的伺服器看 那對方如果 你那邊又有法文網頁 又有德文網頁 又有什麼網頁 那 那你這邊如果送出去的時候 你剛好這邊是個法文的瀏覽器 你送這個 Accept Language 是French的話呢 那對方 他如果有那麼多 他看到這個 你這裡接受什麼樣的語言的話 他就把那個什麼語言的網頁 就傳給你 那這個更好了 你不用在網頁上面去選什麼語言了 對不對 這個 這是在設計Protocol的時候 他都已經想到了 就是說 這個都 以下這些都使用者看不見 使用者只有打什麼 使用者只有打這個網站名稱 加上後面的一個這個 一個網址而已 那以下這些東西呢 是Protocol裡面 瀏覽器跟伺服器之間 他們加進去的 然後他們讓 是希望能夠提供給使用者更好的服務 他們加進去的這些headline 好 好 互相表明身份 我是用這個型態的 我是什麼版本的 你是什麼型態 什麼版本 那我又 實際還有很多啦 這是一個最簡化的 那我們可以再幫你做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般使用者看不見的 可是了解Protocol 或者你去看他的message的時候 他會把它加在裡面的這個 headlines 好 那這是request message 那這個是general的format request message長得什麼樣呢 剛剛那個get message 前面的這個get get三個字 它就是一個master 然後中間sp是space 空一個space 然後是url 然後是http的版本 1.1的版本 那這邊crlf 這個是歷史 好像要講鼓才會有 CR是什麼 catch return lf'sline feet catch return line feet catch return line feet 是早期 這個是 怎麼講 歷史工業 這個過去的這個包袱 早期的打字機 早期的打字機裡面 這個你要跳行的時候是 兩個動作對不對 你要跳行的時候 是先 先把這個 catch return 打字頭先回到最前面 catch return 然後在line feet 再往下跳一行 是兩個動作 所以 Astico在設計的時候 他把